明朝年间 成都府冠县有个小山村 村里有个侨夫名叫刘明堂 他的父亲是个传夫心地善良 他的母亲赵氏贤良淑德 一家三口虽不富裕 但温馨而幸福 在那刘明堂五岁那年 他的父亲在河边等待渡河的人时 有几个孩童下河游泳突发险情 他的父亲奋不顾身地跳下了河 孩童们虽然被救上了岸 但他的父亲不慎罹难 赵氏母子悲痛语绝 但还得继续生活 从此刘明堂和母亲赵氏相依为命 赵氏靠着仿杀之步 节衣缩食 省吃俭用 寒心如苦将刘明堂养大成人 刘明堂心地善良 孝顺懂事 但性格极躁 他七岁放牛 十三岁就做了侨夫 他是个孝子 本以为长大后 可以好好侍奉母亲 可是赵氏为了儿子 经常不眠不休 夜间点着油灯仿杀之步 再加上他思念王夫 经常以泪洗面 结果双目失明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舟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刘明堂悲痛万分 为了母亲的眼睛 便寻明依 逃遍了附近所有的道观庙宇 想尽各种办法 以至于家徒四壁 但他仍未放弃 赵氏不忍心拖累儿子 他劝儿子放弃 不要再为他浪费钱了 好好地把钱攒起来 娶个媳妇 成家立业 好让他早点抱上孙子 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刘明堂说 娘 常言道百善孝为先 我好不容易长大了 可以孝敬你了 你现在眼睛看不见 我怎么能不管不问呢 众资财 伯父母 枉为人子啊 娘啊 爹生前在河边渡人 救过的落水之人 有十几个 你这一生行善积德 没少帮过别人 而且你吃哉念佛 为何会双眼失明呢 由此可见 天道不公 神佛不灵啊 赵氏文听此言 顿时不高兴了 告诫他不要说这些怨天游人 大不敬的话 刘明堂想想也是 生气也无济于事 只能去厨房做饭孝敬母亲 他一边做饭 一边心里安安想到 从今往后 我要更加努力挣钱 好在母亲有生之年 好好侍奉他 吃饭的时候 赵氏见儿子好像还是很不高兴的样子 他安慰 刘明堂道 儿啊 娘自从嫁入刘家 照顾你爹 你爹走后 我又是奉你爷爷奶奶 还有养育你 这些年为娘确实很苦 但是我能有你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我现在虽然看不见了 但是你现在长大了 我现在不用那么辛苦挣钱养你了 现在反而有你来照顾我 这不就是在享福吗 看不见就看不见吧 不妨是知足才能常乐啊 刘明堂道 娘 你莫要这么说 当儿的子孝顺父母 理所当然 但是娘你这一生忠厚真洁 孝顺我爷爷奶奶 抚养我长大 善待邻里 却双目失明 实在不应该啊 孩儿恨不得上天入地 要能上天入地 无论如何 也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另外我也会继续打听 有没有什么仙草灵药 治好你的眼睛 我才肯罢休 刘明堂虽然18岁 可是在母亲眼里 她还是个孩子 在感到欣慰的同时 只当她说的是一句孩子的话 一笑了之 没当一回事 殊不知 刘明堂是个 言出必行的人 她在辛勤劳作的同时 仍然四处打听 寻找可以治疗 母亲双眼和身体的方法 那天一大早 刘明堂上山砍柴 晌午时分 她砍了一段柴 挑在肩上 为了给母亲做午饭 她急匆匆地下山 心里还想着母亲眼睛的事情 哎哟 小伙子 你怎么了 走路不看着路吗 刘明堂回过神后 吓了一跳 因为她发现自己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老翁 刘明堂赶紧放下柴火 扶起老翁 连连道歉 问老翁有没有那里撞坏了 要不要带她去看郎中 老翁叹了一口气说道 也罢 我身子骨不至于这么差 看在你不是有意的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只是你为什么行走匆匆 而且心神不定啊 刘明堂看老翁面生 但是鹤发童颜 颇有先锋道骨 好像不是普通的农夫 而且老翁身上背着的好像是药香 莫非他是郎中 可是刘明堂方圆几十里的郎中 他都找遍了 从未听讲过这个老翁 他赶紧说出了自己的烦心事 然后赶紧问道 老家人 您莫非是郎中 老翁笑了笑说道 不错 老朽还真是个郎中 不过是游方郎中 四海为家 不是老朽自夸 各种疑难杂症 我都能要到病除 刘明堂大喜 连忙问道 不知道老人家您尊姓大名 可否治疗双目失明呢 老翁答道 老朽姓李 能医治百病 可是唯独不能治疗双目失明 刘明堂大师所望 叹道 老人家 你若真的没事 我还要回去给我娘做饭 就不和你多说了 告辞 说完 挑起柴火就走 老翁笑着说 你这孩子 怎么性格这么急躁呢 刘明堂说道 我娘身体很好 没有别的毛病 只有一双眼睛看不见 可是你就像是和我作对一样 我还能和你说什么呢 老翁又笑了笑说道 你这孩子 怎么和我生气了呢 你急躁的毛病要改改啊 我虽然不能治眼镜 但是我既然是个游方郎中 自然见多识广 我可以帮你介绍别人啊 刘明堂赶紧放下柴火 拱手朝着老翁行了大礼 然后说道 老人家在下确实性格急躁 刚才有冒犯之处 还请见谅 只是事出有因 我娘双目失明 眼看就要中午了 我不回家 她又要摸着去给我做午饭 如果磕着碰着了 或者切菜伤了手 又或者生火的时候烫了手 叫我怎么忍心呢 请您务必告诉你介绍和人 我一定登门去请她 如果真的能医治好我娘的眼睛 让我做牛做马都要报答您的恩德 老翁点了点头 又笑道 看不出你真的是个孝子 处处为你娘着想 也罢 你我能够相遇 也算是缘分 我不妨告诉你 只是要去的地方很危险 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啊 刘明堂赶紧拱手道 老人家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眼睛 即便是上刀山 下游锅 任何危险我都不惧怕 还请您赶紧说吧 你既然住在冠县 二郎神军总该知道吧 老翁问道 刘明堂答道 这个我自然知晓 二郎治水 单山赶日 搜山降魔 二郎擒龙 二郎斩骄 这些传说我都听过的 而且我曾到她的道场 诚心诚意跪拜过一天一夜 丝毫没有效果啊 所以我跟我娘说天道不恭 神佛不灵 还被我娘训斥了 老人家莫非你介绍的人和她有关 老翁说道 世间万物 皆有机缘 正所谓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你又何必怨天尤人呢 我不妨仔细告诉你 二郎秦龙的传说 相传千年之前 有条青龙围祸人间 被二郎真军擒获 二郎真军可怜他修行不义 不忍心斩杀他 于是设置了结界 将他困在一处湖泊中闭门思过 消除魔性 那湖泊里我们所在的这座青城山 往东三十里 那青龙在梅丸子时 都会浮出水面 踩天地之灵气 昔日月之精华 进行修炼 而他修炼的时候 头中必然会喷出一颗 晶莹剔透的青色珠子 那珠子便是青龙修炼的那单 他晶莹剔透 光彩照人 你可以提前埋伏在湖泊周围 等他在修炼 喷出珠子的时候 你可以念动咒语 然后那珠子自然而然 就会飞到你的手中 不过也会惊动青龙 他可能会取你性命 就看他会不会被你的孝心感动了 如果你有缘得到珠子 将他带回家 挂在屋内 你只需要让你娘 朝着珠子的方向看一眼 她的眼睛自然可以重见光明 不仅如此 那珠子还有神奇之处 就是任凭你想要得到什么 你只需要对着珠子默默念叨 你所需要之物都可以出现 只不过你不能心生贪念 否则反而会害了自己 刘明堂听老翁这么一说 已然明白老翁是得到的仙翁 于是赶紧放下柴火 行大礼参拜 磕头不止并说道 多谢仙翁 无论有多凶险 我都要一事 凡请告诉我咒语 老翁笑着将流明堂扶了起来 说出了咒语 然后说道 小伙子 你不必多礼 你要牢记咒语 不可弄错 如果你拿不到珠子 或者被青龙锁伤 只怪你福伯 莫要怪老朽 如果你拿到珠子 切记要心存善念 好生用它 不要起了贪念 害了自己 老翁说完 忽然一阵微风飘过 老翁化成一道金光 消失在空中 流明堂赶紧俯伏在地上 朝着空中叩屑 然后挑起柴火回家 想到母亲的眼睛有希望了 十分激动 又因为耽误了时间 所以一路跑了回去 回到家中 果然赵氏已经在厨房摸索着做饭了 流明堂赶紧扶着母亲去堂屋休息 去做了午饭 他想着此次去寻找宝珠 急凶难料 肯定不能告诉母亲 自己如有不测 将来谁来侍奉母亲 想到这里 仿佛生离死别一般 山然泪下 默默为自己祈祷 吃完饭之后 由于时间还早 他又去看了一淡柴 到了晚上 他伺候赵氏睡熟以后 趁着月色 一个人悄悄地从后面出去 一路狂奔来到老翁所说的湖旁边 流明堂四下张望 见有一处芦苇丛 适合隐蔽藏身 赶紧钻了进去 把自己藏好 大气都不敢出 一直盯着湖面 生怕错过 接近子时 由于他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习惯了 难免有些困了 但是他不停地掐自己 让自己保持清醒 到了子时 忽然平静的湖面有了动静 一阵白光从湖中心冉冉升起 寂静的夜里 能听到鱼虾逃走 鸟儿惊飞的声音 流明堂屏住呼吸 注视着水面 不敢发出任何的声响 那白色的光月声越高 大约离开水面两丈多高的时候 停了下来 只见白光中央有一颗枣子般大小的宝珠 那宝珠朝着月光 上下左右缓缓地摇动着 流明堂确信看到的 就是老翁所说的宝珠之后 激动万分 但是他还是定了定神 默念老翁教他的咒语 然后伸出了双手 煞时间 宝珠向他飞了过来 那宝珠上耀眼的光芒 几乎让流明堂睁不开眼睛 流明堂拼命伸出两只手 接过了宝珠 说来也奇怪 宝珠到了他的手上后 不再那么刺眼 流明堂欣喜若狂 拿起宝珠就要跑 忽然一阵狂风刮来 天昏地暗 月色无光 而且耳边传来整整雷鸣声 流明堂抬头一看 只见房子大的龙头 张开大嘴朝他扑来 流明堂立即俯伏在地高呼道 青龙 在下无意冒犯 只是我娘双目失明 我听李郎中 波步 李先翁的述说 特来借你的宝珠一用 用完之后 定当奉还 青龙合上了嘴顿了一下 不过转而又张开大嘴 朝流明堂扑了过来 眼看流明堂就要命葬龙口 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一个声音喊道 青龙 修德无礼 二郎真君再次 还不收口 流明堂一家三口都是善良之人 流明堂父亲曾救过多人 自己却溺亡 流明堂母亲为了养育儿子 竟然双目失明 流明堂拾母至孝 孝感动天 我让他来借你的内丹 治疗他母亲的眼疾 另外他要用你的内丹三年 为你在人间积累功德 帮你抵消罪孽 早日修德正果 流明堂回头一看 真是山上遇到的那个老翁 难道他就是二郎真君 流明堂叩谢他的救命之恩 青龙听了老翁的话 忽然说道 多谢二郎真君成全 小龙自当听命 青龙说完 沉入湖中 狂风消散 雷声骤停 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 月光洒在湖面上 光明皎洁 流明堂赶紧恭恭敬敬 朝着湖面扣了几个头 然后说道 青龙 成蒙你和二郎真君赐我宝珠 戴我治好母亲的眼睛 定当为你积累功德 祝你早的正果 说完流明堂爬出芦苇 四下寻找老翁的踪迹 可是已经不见了 流明堂不敢耽搁 快步如飞地赶回了家中 而此时东方发白 红日缓缓生气 流明堂来到赵氏的房间 只见赵氏正在床上 摸摸索索穿好衣服准备下床 流明堂来回奔波 折腾了一宿 九死一生 但是他装着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喊了一声娘 你起来了啊 然后拿出宝珠 想该放到什么地方 我儿 你手上拿的什么宝贝 如此晶莹剔透 甚是好看 不过我看不清楚 你拿给我看看 赵氏忽然说道 把流明堂吓了一跳 但是他立即知道母亲已经看见了 抱着母亲喜极而泣 然后将宝珠放在赵氏的眼前晃了晃 赵氏惊讶地问道 我儿 你到底从哪里弄来这个宝珠 我看到他之后 竟然可以看见东西了 不仅如此 就连我年轻的时候 也没有现在看得这么清楚啊 赵氏说完 伸手要去拿流明堂手中的宝珠 流明堂连忙说道 娘 你先别急 等孩儿想个办法 将宝珠挂起来 你再慢慢看便是了 赵氏跟着流明堂来到堂屋 流明堂思来想去 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赵氏找来缝缝补补的细线 把宝珠拴好 让流明堂将宝珠挂在屋中 不仅赵氏重见光明 母子二人都身体健康 而且觉得精神大振 神清气爽 流明堂见一切安好 这才告诉了母亲 他如何遇到仙翁 如何得到宝珠的事情 赵氏又惊又喜 赶紧回到屋里 在观音向前磕头烧香 流明堂因为母亲 可以看见的事情 十分开心 一时间忘记了宝珠 还有有求必应的功效 他见母亲去了房间 就是了事 果然只要对流明堂 默默地捣住一遍 他想要的东西 都出现在屋里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他都试了一遍 等赵氏从屋里出来之后 发现屋里的东西 更是喜出望外 不过赵氏说道 我儿 这宝珠虽然好 但终究不是我们的 迟早要还给别人的 而且先翁也告诫过 你做人不能贪心 免得惹祸上身 你莫要想那些金银珠宝 只需要一些生活所需之物 就可以了 而且也不能忘了劳作 省得到时候宝珠没了 你不习惯干活了啊 流明堂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家中虽然有了宝珠 他还是每天上山砍柴 照顾母亲 每天都辛勤劳作 不敢偷懒 因为他觉得 能让母亲的眼睛可以看见 已经是他的福分了 他怎敢多想多要 而且他还想遇到仙翁 早早地把宝珠归还给青龙 省得放在家里 惹来祸端 那天 赵氏对流明堂说道 我儿 我们有幸得到宝珠 你又每天辛勤劳作 如今我们衣食无忧 生活有了着落 该给你寻门亲事 也好了 却为娘的一桩心事啊 流明堂连忙答道 娘不孝有三 无厚为大 这些我都知道 您说的话 孩儿也不敢不听 只是那晚我得到宝珠时 曾许下承诺 要用宝珠为青龙 在人间积累功德 可是你的眼睛能够看见了 可我还不知道 如何用宝珠为青龙积累功德啊 恕孩儿愚钝 请娘你帮我想想办法 等我三年期满 为青龙积满功德 我在考虑婚姻之事如何 赵氏一直担心宝珠被人知道 惹祸上身 可是他也知道做人要讲诚信 既然儿子对青龙有承诺 就必须要去做 而且此事关系到儿子的婚姻大事 所以赵氏说道 我儿 倒也不难 如今我们有了这宝珠 而且有求必应 原本怕别人知道了惹祸上身 既然如此 不然就公之于众吧 不但能帮我们自己积德 也替二郎真君和青龙积德 只是你要谨慎些 莫要满足那些心术不正之人的 痴心妄想啊 话音刚落 刘明堂拍了一下脑袋 高兴地说道 娘 您果然见多识广 想得比我多 逃利了周全 那天我在山上遇到二郎真君 他自称是游方郎中 不如我也学他做个游方郎中 只是这样我恐怕不能 实时在你身旁伺候了 人活在世 无非就是图个身体康健 衣食无忧 我用宝珠替人治病 遇到贫苦人家 我便给他们一些衣服和粮食 反正就是不给人金银珠宝就是了 你看怎么样 赵氏说道 如此甚好 为娘现在身板硬朗 家中吃穿不愁 我可以照顾自己的 你就放心出去做你想做何该做的事情吧 于是刘明堂没有做侨夫了 而是早出晚归 带着宝珠奔走于十里八乡 遇到身体有病的 只要用宝珠照一照 病人就能痊愈 遇到贫困人家 给人医食 由于刘明堂要照顾母亲 他只能在附近走动 可是他有宝珠的事情 很快就传开了 很多人慕名而来 甚至有几百里之外的外地人 刘明堂帮人治了病 他知道不是自己医术高明 全是宝珠的功效 所以他分文不收 顶多在别人家吃顿饭 斜斜脚而已 不过对那些病人来说 奔同再造 所以还是硬是要给钱 或者给物 刘明堂实在推辞不掉 只好收下 但是他会把收到的钱财 分发给贫困的人家 如此一来 不到三年 刘明堂声名大振 远近闻名 被人尊称为刘大善人 而且刘明堂为人忠厚老实 不会撒谎 更不会贪功 所以别人问他 为什么有如此神通 如何得到宝珠的 刘明堂不敢隐瞒 据实相告 常言道人怕出名 朱怕壮 而且人有善恶 想将宝珠据为 己有的人也不少 其中就有贯献葛之献 他的女儿得了怪病 也正在四处求医 得知宝珠如此神奇 想着让刘明堂 给女儿治病 于是他和妻子冯氏 说起此事 冯氏说道 老爷 此事只是乡间传闻 未必是真 不过我们女儿得了怪病 不如请她来帮着看看 若真是宝珠 你先莫起了贪念 仗势欺人 瞧取豪躲 自会虔诚啊 葛之献听罢点了点头 赶紧派人去传唤刘明堂 务必恭恭敬敬 莫要让刘明堂害怕 不敢过来 刘明堂见县衙的衙役 来找他有些惊慌 连忙问找他做什么 衙役很客气地说道 我们之献大人的千金小姐 最近神志不清 好似患了失心疯 听说你有宝珠能治百病 知县大人命我等 特来请你去府上一趟 事成之后 必有众谢 刘明堂见衙役如此客气 觉得对于病人应该一视同仁 不该有穷富之分 便告知母亲 要去葛之县的府上 赵氏得知情况后 不禁皱了皱眉说道 我儿 这官患之家不同寻常百姓 你此去务必千万小心 不要出了什么差错 早去早回 免得为娘担心 刘明堂让母亲放心 然后跟着牙医去了 葛之县的府上 葛之县大喜 亲自出来迎接 伊犁树有家 丝毫不敢怠慢 并询问宝珠的由来 刘明堂一一禀告 葛之县将信将疑 让刘明堂去给女儿看诊 只见那小姐坐在凳子上 脸色苍白 目光呆滞 好似被鬼妖附体 刘明堂虽然不懂是什么病 但是他拿出宝珠 在小姐面前晃了晃 忽然挨啊 那小姐竟然从凳子上摔倒在地 吓得刘明堂 还有葛之县夫妇大惊失色 好在小姐突然自己爬了起来 抱着她的面前逢是大哭道 爹 娘 孩儿这半年好辛苦啊 幸得你们日夜守护 替我请来神医救我脱离苦汗 呜呜呜 葛之县夫妇喜不自胜 赶紧拜谢刘明堂 葛之县说道 小女明侠得此病半年有余 苦不堪言 饱受折磨 他连我和他娘都不认识 今天竟然被你的宝珠治好 实乃幸事 老夫感激不尽啊 刘明堂赶紧说不用谢 全是宝珠的功劳 他不敢邀功 逢是问明侠如何染上这种怪病 明侠说他半年前在后花园玩耍 一阵风刮来 他问到了刺鼻的腥味 然后晕倒 醒来之后就人是不知了 刘明堂这才看了一眼精神大好 神采奕奕的明侠 连忙低下了头 心里暗想到 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漂亮的姑娘 若能娶她为妻 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而且母亲之道必然大喜 而明侠此时也看了一眼身材魁梧 相貌堂堂的刘明堂 脸一红娇羞地低下了头 知女莫若母 逢是心想 这刘明堂虽然是一介草民 但是能获得宝珠 想必也非同寻常 而且明侠以为得了怪病 被人退了婚 轻欲扫地 不如成全他们 想到这里 她让管家带着刘明堂去大厅等候 中午要设宴款待刘明堂 然后和葛之县商量此事 可是葛之县见识了宝珠的神奇 忽然贪念顿起 于是吃饭的时候 先问刘明堂是否愿意出售宝珠 然而刘明堂说道 大人 草民机缘巧合得此宝珠 但是有期限的 并许下承诺替青龙积累功德 怎么能擅自将他出售呢 即便大人买去 到时候青龙要收回宝珠 你岂不是钱珠两空吗 另外大人公务繁忙 哪有时间拿着宝珠替人消灾解难呢 到时候惹怒青龙 草民可吃醉不起啊 虽然刘明堂有礼有节 不卑不亢 逢是和明侠听罢暗暗欢喜 可是被贪念蒙蔽的葛之县大怒 当即派人拿下刘明堂 要抢夺宝珠 刘明堂担心宝珠落入旁人之手 高呼道 大人不必动怒 草民还有话说 葛之县虽然有些不耐烦 但他知道刘明堂逃脱不得 便摆了摆手手 让刘明堂赶紧说 刘明堂说道 大人 您是贯献父母官 草民不敢违背你的意愿 怎奈这宝珠并不是草民所有 如果擅作主张将宝珠给了你 到时候青龙向我索要 另外二郎真君想来极恶如仇 铁面无私 草民一死是笑 恐怕要连累大人啊 冯氏和明霞听罢 赶紧劝葛之县就此罢手 免得惹祸上身 可是葛之县不听劝告 让人去抢 刘明堂十分惊慌 想着横竖都是死 但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情 刘明堂突然张开大嘴 将宝珠送入口中 一仰薄 宝珠竟然进了刘明堂的肚中 葛之县有心阻拦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看刘明堂吞了宝珠之后 脸色大变 面露金光 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 而且容光焕发 葛之县让人摁住刘明堂 可是刘明堂仿佛有了神力 随手一挥 那些人飞出老远 差点性命不保 而刘明堂飞快地离开了葛府 仿佛脚下有了烽火轮一般 脚下生风 一口气跑回家里 在院子里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母亲逢侍 刘明堂俯伏在地 痛哭道 娘 只怕孩儿不能在你身旁伺候您了 呜呜呜 赵氏大惊失色 连忙问刘明堂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明堂说出了缘由 赵氏吓得面如死灰 哭道 这该如何是好 那宝珠是青龙修炼的那单 你吃了它 不会变成青龙吧 话音刚落 忽然院子上面的空中 金光万道 耀眼夺目 而且狂风大作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只见一条青龙盘旋空中 而刘明堂不知去向 而且青龙怒道 那个支线贪图我的宝珠 竟要据为己有 派人捉拿我 我定不饶他 娘 我要去找他寻仇 然后再来侍奉你 赵氏连忙喊道 我儿 你怎么真的化成青龙了啊 我只要我的儿啊 你若前去寻仇 师必闯下大祸 老天会收拾你的 到时候你让为娘怎么活 青龙听罢 有些犹豫 正在此时 忽然老翁飘然而至 朝着空中大喊道 明堂 修得无礼 你若寻仇 那青龙将罪孽加深 万劫不复啊 老翁说罢 念动咒语 忽然青龙吐出宝珠 幻化成流明堂 这落地上 幸亏有老翁接住 否则性命不保 而此时 风亭云散 赵氏和流明堂赶紧叩谢老翁大安大德 流明堂发现宝珠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 王问道 先翁 你这是要收回宝珠吗 如此甚好 省得我娘和我都担惊受怕 老翁笑了笑说道 我本来给你三年时间 因为你中间会出现贪恋 会有颇多曲折 没成想你心地善良 没有半点贪恋 实在是令我刮目相看啊 当然这一切也有你娘肇事的功劳 看来她叫子有方啊 如今青龙功德已经积满 她已经去天庭领命去了 只是你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母子二人赶紧让老翁说 老翁说道 我此次以老翁的身份来到凡间 一来适度化青龙 二来也是寻找有机缘的人 祝他修得正果 你就是不错的人选 你可愿意跟我做个游方郎中 随我修行 赵氏大喜 可是转而面露难色 他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儿子 刘明堂脱口说道 仙翁 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 我娘年迈 需要我在他身旁尽孝 我怎么忍心离他而去 老翁点了点头说道 我果然没看错你 今日我要去天庭见父母 另有事情要办 需要在天庭待上几十天的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刚好你可以侍奉令堂 娶妻生子 延续香火 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至于你的婚姻大事嘛 我早已知道你和明霞有缘 我用了一点点先述一会 你就知道了 葛之县我也教训了他 他已经知错了 话音刚落 只见葛之县夫妇 带着明霞赶了过来 葛之县见到老翁连忙跪拜道 下官一时贪念 还请二郎真君莫要治罪 另外小女明霞刚刚被治好了 可是自从他见了刘明堂 又心神不明 害了相思病 非他不嫁 我特来请二郎真君欲成此事 后来刘明堂和明霞成婚 老翁送给刘明堂一份大礼 白银数千两 刘明堂去县城购置了宅院和产业 和明霞夫妻恩爱 生儿育女 孝敬父母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刘明堂年过八十之后 跟着一个老翁坐了游方郎中 玄乎济世 治病救人 最后修成正果 得到成仙 故事中 刘明堂是一个普通的侨夫 他的父亲因就落水还痛罹难 母亲因此双目失明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是刘明堂笑感动天 想必也是因为这个 他才有缘得到二郎真君的帮助 有了一番奇遇 您说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